随着近日维德完成最后一笔交易之后,联盟那个交易市场将会进入一定的稳定时期,维德这一次仍然选择额以底薪加盲热火,240万对于热火来说,意义非同小可。 如果维德选择和球队签约一半中低薪530万,那么530万将会全部计算到奢侈税当中,而球队的奢侈税将会达到1350万前后,如果维德选择了240万的薪资,那么球队只需要考虑一下180万在内的奢侈税。 而联盟近日也更新了关于新赛季的奢侈税以及工资贸,为此球队欢呼勇士终于要放宽联盟的发展。 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最新数据更新,联盟在新赛季将工资帽上提到了1.09亿,奢侈税将会是1.32亿美元,同时在第二赛季2020年到2021年,球队的工资帽将会到达1.18亿,奢侈税先将会达到1.42亿。 这对于球队来讲,并不算是一个好消息,同比18到193亿的数据,工资帽低达1.01亿,奢侈税底达1.23亿。 随着近些年工资帽的增高,奢侈税也是大幅度的上升,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遏制联盟,内出现众多暴团现象,同时获利的仍然是联盟自己为此奢侈税以及工资帽的上升,更多的球尼开始担心起了勇士。 对于勇士的球尼自然希望球队掌胜久安,但是明年球队需要面临三保二的选择期,杜兰特是有能力拿到2.26亿顶心,但是球队并不一定能够拿出顶心。 为此球队还要思考格林以及唐普森的合同,两人都是有能力迈入三千万阵容当中,为此球队的抉择将会至关重要。 同时也要专家分析,若是唐普森执意离开,那么球队就会选择将重心放在考显斯的内线上不过有人失利的同时,也会有球队因此而获益。 胡仁今年最聪明的地方不是签下短期合同,而是选择了和罗二等买断,明年球队的起薪将会抵达三千八百二十万。 球队可以在自由市场挑选詹姆斯合适的帮手,同时还有其他球队,例如篮网,快船等球队都有机会。 包括今年连续送走两位大将的快船,明年是有能力将巴特勒迁到队伍内部,毕竟森林郎目前已经将巴特勒作为筹码,明年也会是转会的大年。